為什麼不見得李顯龍來了 各位華中董事會 華委會成員 華中歷屆和現任校長 全體實施及效益 晚上好 周李好 今晚很高興能夠祝福紀念新加坡華僑中學百年校慶的萬人夜 在場有建國一代的校園 立國一代的校園 也有剛畢業不久的年輕校園 橫跨多個年代的華中學生 今天能夠齊聚華港 確實最近非常有意義 走過一個世紀 華中見證了其他多個重要的歷史發展階段 也經歷過時代變得所搭載的各種考驗 面對每一次的考驗 華中學生都展現了各鄉主席的精神 在二十世紀初 新加坡最多的殖民地 人口以民為主 不同族群之間沒有共同的教育有福氣 由於殖民政府實踐了其所用英語和馬來語教學的學校 華中和印竹社群希望教育自己的子女 於是創辦了以自身主義作為教學員的學校 正是在這樣為主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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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華上領袖陳佳中先生 向華社重募了將近五十萬年 創辦了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校 成為東南亞最早開班的華中華文中學時期 博中校是非日軍戰略學校 戰爭結束後 改方界協達之下 學校 哈哈哈哈 哇 想不到你會想到這一套 全史建築已經抓起了 爭取孤立之主 好 及床 駱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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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光臨 文宣 清白 濱駛 駱駛 七八八八 ALEX 西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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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們一方面是受到時代的反召 另一方面,他們覺得自己在殖民制度下受到不公平的耐露 於是決定不正確的基礎 在創造的歷史年代,華中校園成了把殖民把政府抗爭的歷史線 因此,他們有多少選手受到左傑影響的國際 他們有一個公企業的軍務 他們也不是很厲害 他們在抗爭如今構成的歷史年代 我們那時候,我們納入不同的學校 選手世界的品質轉定,關於國家的發展進行 新加坡近一步走向现代化或计划 能够应用英语并向下的路线 最终上的路线 香港的学校的音乐器 华校的收视率不强项 业续关闭的位置 并且兼顾着传承华州文化的责任 华校交涉了相对手 提出了特别住学校G 华校C的形式 1970年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